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集节目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前进花莲县的和平村 一条和平溪至大山流向太平洋 化开了宜兰县与花莲县的行政区域 穿过和平桥 进入到花莲的第一个村落就是和平村 和平村是由三个部落组合而成 分别是和平部落 和中部落以及和人部落 和平村是属于迁徙而形成的聚落 面临太平洋 庞壤巨大的水泥工厂成为行墓的地标 我们和平村一共分三个部落 和平村然后这边就是和平部落 和中跟和人这样子 可是我们是有那个有母语的啦 和平这边叫克尼布 然后就是格尼布 然后和中叫五谷子 就是五谷子 然后和人叫卡纳岸这样子 六百四十一户 但是就是都是同子分户啦 就是一个户口 一个门牌有三个户口名部那种 就有三个户长 然后我们的人口数是两千一百零一人 以前我们是住天下那个山上 山上里面 不过那个叫 那个山上的名称叫 叫什么来着 巴拉 我们是在那边 结果外公阿嬷搬下来 就在这个山的后面 山的后面以后 爸爸是 他是 堵那个日本学校嘛 日本学校跟那个日本做木工 就这样子 我爸爸去跟日本套 去跟着日本做木工 就去同门那些 就认识我妈妈 就把我妈妈取进来 和平村主要是以太鲁阁族为主要族群 在日治时期 大部分族人是从大同大理的旧部落 走过清水山 也就是著名的清水断崖那座山 来到此地定居 而在和平西对岸的奥化部落 是泰雅族人 常为了猎场发生冲突 而后历经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 设置了工业区 改变了族人的生活结构 这边以前叫克莱堡 后来好像曾经有土石流 这个桌水溪的那个水 把这边的村上冲走 然后我们就 我爸爸妈妈就 我们就搬到那个河中 在河中那边 我是在河中生下来的 然后到了国小二年级下学期 我们才搬来这边 因为那个时候河中又有土石流 所以爸爸妈妈又把我们带来和平 就在这里定居 主要农业产地就是种低瓜 再来种花生 这个花生是要卖的 就我们的经济从那边来的 然后种玉米 低瓜花生玉米 汉稻 那个汉稻是自己吃的 低瓜也是自己吃的 喂猪啦 人吃的这样 然后只有花生是要卖的 这样 以前我们的生活是这样 低瓜啦 汉稻啦 玉米啦 还有什么小米啊这样子 因为台湾社会的公民意识改变 援助民族智商同意权的施行 矿业法的修订 环境概念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 让工业区的路边好像横空出师般的 出现令人惊艳的生态休闲园区 那我们其实有算过就是 不管是经过路过还是有一些 参访的游客们 我们的总人数大概 总头头大概是有大快五百多万人这么多 对 那其实为什么会吸引到这么多人呢 是因为大家其实会 社会大众会对于这个水泥产业或是工厂 会有既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公司才在2019年 愿意开放这个工厂 然后让大家透过公司的一些活动 还有导览活动 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台泥在做哪些事情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产业 有台泥 河港 河电 就是火力 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有台泥 等于他们算是子母公司 台泥 河港 河电 有这些产业 所以我们才 这边的年轻人都不用去外面工作了 来这边很多人都会问说 为什么大卡园区会取名为大卡 就是DAKA 那DAKA就是 刚刚有提到这边有一个村庄 就是和平村 那和平村里面百分之 大概八十的人 都是泰鲁格族 原住民泰鲁格族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尊重他们 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连结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取名为他们 取命名为他们的名字叫做DAKA 就是瞭望的意思 对 所以其实对应到我们后面这个建筑物 愿景馆 它有点像是瞭望台的感觉 在左手边这一排的话 就是我们的手工艺品 里面大概手工艺的有五、六摊 然后做吃的也是有大概六、七摊左右 对 这个也是很棒 就像我们这边很多手工艺 就在家里有时候 有些手艺很强的 会自己做一些编织跟什么皮雕 什么都有藤鞭 那像很多妇女都喜欢做做做做做 做了很多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销售 也没有地方销售 而且这种东西真的是 贵的是工嘛 你就是有缘人买就会买 可是今天DAKA给我们这个地方 就让这些 在家里平常没事做的妇女们 她们喜欢做这东西 有地有出口可以去卖 而且有在旁边而已 就等于是寄卖 那边可能有人在雇 就可能用抽成的方式 可是至少你的东西是可以销出去的 在和平村 有过半数的居民是在台泥公司上班 其余村落的商家几乎是围绕着这样的产业 有特色风味餐 而且还有都市人熟悉的超商与咖啡店 因为在之前的话 其实这些摊商妈妈们 她们是没有地方 可以去展现她们的一些手工艺品 就是她们的一些发明的东西 对 那就是手工艺品 对 那没有地方可以摆 对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去跟公司去做一个合作 然后她们也向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弄了一个校名式集 营造这样子的气氛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她们做的一些作品 她的敦青木林真的是都做得很棒 而且都是有做到我们的民生需求 很符合现况这样子 对 不是只是说以媚的类似就是给钱给钱 那我觉得你说你用这个打卡这个地方 就让我们这边的那个手工艺的妈妈们 就有地方可以去销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而且又在家里的旁边这样子 最多人问这个字怎么念 这个字 可以猜猜看 佐水阴若 对 这个很简单啊 这是水泥 水泥 水泥 然后这两个字是最多人猜不到 然后以为是我们这一圆区新创的字 但其实不是 它是现有的字 它是梦幻的幻 奇怪的旗 因为它只是把那个凹给它往进去放 对 然后这是奇怪的旗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水泥它不是只有可以去建设一些桥梁跟房屋以外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艺术品 和平村是大家行驶书花公路必经的地方 不论是北上返家 南下旅行 都是会留下足迹的回忆 村落气息浑然是工业区的繁忙 这也是许多原住民部落 与社会居民紧密的商业往来 会让人错觉是不是身在原住民部落 其实这也是社会的变化轨迹 沧海桑田 而稻田变成了耸立的烟囱 这也是人们行经和平的第一印象 然而 这里依旧是太鲁阁族的生存居住空间 部落公益式的存在 也代表着文化传承的希望 休息一下 下一段报导 我们将来看水泥企业是如何与部落互动 并且推动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我爱走 1984年台湾水泥公司 在花莲县最北的村落和平村设厂 对和平村的太鲁阁族人 带来重大的影响 水泥与电力的生产 提供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动能 却也留下了环保污染的代价 面对居民经济收入以及生活上的冲击 企业与部落是如何共同因应 请看我们接下来的报导 1984年台湾公司 响应政府产业东移的政策 在和平村建立工业区 盖起了水泥厂、发电厂与港口 近几年环保议事的抬头 水泥厂被社会放大检视 拍摄港区时 意外的港区的主管邀请我们进入拍摄 因为主管自豪地说 港口的水质干净的可以看到雨 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状况 是到目前为止 全球也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替代水泥 作为基础的建设材料 那如果人要继续地开发 要继续地往文明去推进的时候 你不太不可 不可能不用到水泥这项材料 这就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去讨论这个产业 甚至到运输可以做出对地球相对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流程 那其实在20年前就是我们公司为了配合产业东移 所以选择发动这地方落脚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 其实是因为在当时一定 大家的印象就是会比较 可能和没有办法相处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20年后30年后 我们在这边新增了这个NACA园区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转型不同的单位 对 然后其实也让很多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人 愿意回向服务 我们在做产业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能源的使用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一块发展 都跟我自己的核心本业出发是有关联的 所以慢慢发展成你刚刚讲的低碳建材 资源循环跟绿色能源 会成为整个台泥的三大未来的主轴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循环的世界 那其实这地方就是我们公司的主轴 那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 循环就是一直可以不断的循环 就像一个cycle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人诞生出来 就是参照出的一些产品 往往都会被丢弃 丢弃以后我们拿来做什么 就是废弃物再利用 或是可以循环再利用 我们在打卡看到往来的游客 没有感觉到一个水泥场 印象中的烟尘 甚至部落居民超过七成满意 抬拟的做法 在这个背后 我们想知道的是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厌警 是如何建构的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地方上 参与花莲县政府的一些说明会 来说明我们会利用水泥窑的核心温度 来协助处理花莲垃圾 那其实水泥窑 它就是水泥在制作的过程中 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个器具 它叫做水泥窑 它的温度可以到达1300到1800度 这么高的温度 对就有点像是火山熔岩的那样子的热度 所以其实早在40年前一些比较发达 就先进的国家 像美国 日本 欧洲 他们都利用这样子的技术 去处理他们生活上的废弃物 那我们公司刚好有这样子的方式 想要去试用看看 这样子的总名称 它叫做水泥窑协同处理废弃物 只是台湾的法规 一直到2018年左右才是开放的 所以那时候花莲县政府 是主动洽询了台泥 希望我们可以引进我们在海外 已经运作成熟的技术 来协助台湾处理花莲的垃圾 因为花莲我的记得 好像是全本岛 唯二没有自己垃圾焚化炉的 它常年必须要把它的垃圾 走那个旧树花 然后慢慢的再到宜兰立泽 你可以想像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的能耗跟碳排 其实也是蛮惊人 到时候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工厂 去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 生活上的垃圾 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基本上是赚不到钱的 因为我们跟花莲县县收的钱 比它送到立则去的还要便宜 对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像企业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 在台湾社会似乎都是冲突的两端 但是我们相信 透过诚意的沟通方式 事情都能有解决的办法 在台你公司的台北总部 曾经也是媒体人的副总经理 肯切地叙述经历的过程 我们在参加工厅会的那个当下 在审查会的外面是有二三十个 拉拐布条的这个当地的村民在抗议的 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 不同的这个环境团体的成员 在后续的一些 审查会和讨论会当中 其实也一直都有一些不同的团体 来反馈我们一些意见 我们在那次参加完 政府的审查会之后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就是说 那如果他们不想来参加审查会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 让他们可以更进一步的 理解我们这个比较 其实已经在国外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 技术的做法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自己跟和平场的几位主管 我们就一起去做了加护拜访 那在那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发现 其实我们听得多说得少 那你在听得多说得少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工业碰到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技术问题 其实是内心层次的信任问题 第三个话就是我们的碳循环 在这边就是跟工研院 研究了大概12年的时间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机器 去处理工厂白方素的一些气体 或是氧化碳 那这样子的气体 这个器具它叫做盖回路试验法 对 它就是最大的盖回路试验法 那我们把它氧化碳 或是把这些气体抓下来以后 透过这样子的化学程式 然后养殖我们的藻类 这也是在那次拜访过程当中赫然发现 原来这个苏花改要通车的交流道 就在我们工厂的正旁边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交流道通车了之后 它对和平人出去变方便了 但是和平的经济发展机会可能会不见 因为它的主要街道被错过了 所以它就咻 就更被呼啸而过 在达卡园区 山座被称为和平三朵花的太阳能板 亲切造型赢得一致的好评 我们发现在沟通过程中 原本是强势一方的台泥 一直注意到部落的未来需求 也赢得了族人的信任 所以那时候我们跟村里面的一些意见领袖讨论 就是你说 那我们如果把工厂的部分区域做对外的开放 然后找一些比我们更会做服务业的人来 那看看村里面大家有没有兴趣在这里创业 我们想办法把人跟车留下来 那看村子里面还有些什么样更多的想法 我们刚开始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可置信 因为这里就是工业区嘛 怎么可能会有游客想要在这里停留 我觉得村民对自己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自信 那我们那时候是觉得透过服务业很会做的品牌 进驻的时候 人跟车如果有机会停留 他就会去逛当地的村民所成立的市集 他会在这里停留到附近的村落里面去走动的时候 他自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然后这是我们的水舞可以看一下 那水舞的话整点就会播放 对 晚上搭配一些灯光会更漂亮 透过这三年的实践想要去让更多人理解 其实企业是有资源的 这个资源不一定只是单向的给予回馈金 而是大家可以透过一个更双向的交流 去激荡出一些对部落发展新的可能 然后我们待会会介绍的摊上市集 每个月也会交到一些使用费 那这两个费用会投入到我们的和平 就是急难纾困 就是有点像 他那个是针对比如说家里主要家记者 就是说有受到重大事故 导致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可能一下子很困难 就是用这笔钱来补助 最近都是会先把这些案子用在一些喜盛的方面 因为他真的是很辛苦 一个礼拜要去三次 有的可能是坐轿车 一次就要一千多块 那有的可能没办法的 就是坐火车那也很辛苦 就老人家老人家什么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台泥这个在DACA DACA这个 他这个一百多万出头的回馈机制 我是觉得做得很棒 因为台泥他就没有对 就没有进到我们相互所的工夫 他就自己处理用一个基金会 来把这个钱就放进去 然后就由我还有我们三个 就是部落地方主席 我们就是有点类似里面的股东 就是去开会讨论这样子 就是很简单 一大早 部落族人所设立的清洁公司 细心的做清洁工作 连厕所都被评为全台50大特优等 当部落以高飘速同意 对台泥的资商同意全时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责物旁贷的 修林相公所认定我们有两个关系部落 一个叫克尼布部落 就是和平水泥场在的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往前推进一点 叫做五谷子部落 对那我记得在克尼布部落 他的同意户数是九成七 在五谷子部落应该是八成二还是八成三 所以其实都 我觉得跟村民之间的互动都还不错 你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应该是说至少说我们这边有产业进驻 我们的村民都是有工作机会的 就是回馈金的帮助也帮助村民很大 因为很多像水电费啊不用缴 然后就是一些补助蛮多的啦 生日礼金小孩子读书啊很多方面 所以说会觉得产业在这边进驻 其实是虽然它一定是有它的污染存在 可是我会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可是至少说让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这边的人外移的情况是很少的 我们也并不觉得有办法百分之百 争取到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支持 但总是在这些碰撞的过程当中 会有越来越多人理解工业跟社区之间 一定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跟和平可以有下一个二十年 或下一个四十年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水泥工业区 转型成为花莲的低碳绿能环保园区 工业曾经是人类发展的推手 工厂却常常给人的印象是巨大 有距离感的 但是工厂不应该是独立个体 而是与环境 社会 周遭百姓族人生活相关存在的地方 它应该与部落社区合作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你要进入或离开花莲 这里是开始也是结束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然而付出的代价也往往是巨大的 工厂的设立不应只求产能 也应与周遭的环境和在地居民寻求沟通 与和平共处的机制 目前和平村与企业正朝这方面努力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行走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